我倒觉得实际上孩子吧 你看韩老师说 想就男方要的可能大 但我觉得孩子这么小 要从那个男孩工作之后 他得外出工作 然后也没有尽力 能力照顾孩子 而且女方照顾孩子 那么长时间里 不可能放手 能不能说女孩抚养孩子 男人男方尽一定的义务 给男方一定的探视权 孩子毕竟还都相当加价 不能说脱离这种 亲子关系是脱离不了的 从这个方向试一试 调解团经过合以后 决定对他们二人分开调解 给彼此空间和思考的时间 那么经过调解员老师的劝语开导 他们二人该何去何从呢 咱们现在就是几个问题 刚才说了 你们现在没领结婚证 现在来说呢 从财产这个角度来说 对你是有利的 这不属于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但是呢 现在另外一个不利的 你们这个关系的复合 就是感情的复合 难度是比较大 你想为了挽回这段感情 有什么样的实际行动 他想买房的 我可以给他买 可以买房的 在哪儿买房 在博州买 不过不能说 写他一个人的名字 可以以你们两个人的名字 在博州买一个房 可以 什么时间 几年到年底 我准时给他开门 那么第二个行动还有没有 以后我不会再打他 我可以给他签个协议 签个协议 对 不打人了 不打人 如果打他 我自己去对你啊 愿不愿意当场道歉 愿意 愿意当场道歉 愿意 几层意思啊 第一层意思 我们调解你们感情的复合 第二层意思 如果说 复合不了的话 那么今天能不能够 就比如说 自己抚养啊 这个这个监护权的这些问题啊 您别着急 能不能够看解决 第三个问题 如果这些都解决不了的话 那么我们 我们节目组全体调节老师 都希望你们在这个问题上 一定要听从法院的判决 对 不能够做任何违反法律的事情 对对对 我们也会听从法院的判决的 好吗 这个都能做到吧 能做的 李先生在密室中表示 可以为葛燕买一套房子 并承诺不再对他 实施家暴行为 也愿意在场上当面道歉 那么葛燕 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吗 对于你来说 你带着一个孩子在身边 对于你来说 你未来的生活的进行 你考虑不考虑 不用考虑 真的不用考虑 你说的时候 我已经明白了 我现在就说 我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 所以说 我这个能力还是可以的 我也不是说 就是说什么孩子的抚养费了 或者是 孩子的抚养费 你为什么不要 孩子的抚养费 不要原因就是 这孩子不让他见 那不可能 探视权是法定的权利 孩子和他的父子关系 这是血缘关系 是隔不断的 血缘关系是不能够放弃的 葛燕依然坚持自己的诉求 只是想要回儿子 对于他和李先生的感情 他已经彻底放弃了 那么 面对葛燕的决绝 李先生能否接受这一切呢 好 经过老师们刚才的合议之后 我们现在请B老师 给我们讲一下 刚才大家调解的经过 李坤磊 李先生这一方呢 提出一个是真诚的回过 像这个格样呢 表示 李坤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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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坤磊